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月20日 星期三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大陸的疫情 大陸的疫情 真的令人十分之可怕 因為大家知道共產黨一直以來 就是把這個疫情隱瞞 也是因為隱瞞的關係 令到全世界都懶惰 現在全世界確診數字已經是9000多萬 估計過多幾天就會超過一億 而死亡人數也已經超過了200萬 大家想想 這麼多人死亡 大陸 怎麼可能 公佈的數字呢 因為 數十人 確診 無症狀確診 或是沒有源頭的確診 他們大為緊張 因為 這個病毒 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中國 一直都在他們的 境內 不斷繁衍 這個叫做落地生根 然後還要發揚光大 統治全世界 令到全世界 很多人死亡 很多人確診 現在 最新的報導就是河北的疫情 是持續地高漲 也 新增一個高風險地區 河北的疫情 隨著河北 就回到 津津 攻了進去山西 也被傳出 除了進去山西之後 他們還有一些病毒 還有一些確診的人 進去陝西的白水縣 進去山西和陝西 大家想想 陝西是 華北華中 那麽已經是華北 那麽大家想想 那個情況是怎麽樣呢 由 黑龍江一直蔓延下去大連 遼寧大連 然後到河北省 河北省再過去旁邊山西 山西再過去旁邊山西 河南遲早也出事 河南是糧食大省 陝西 就是這個 陝西就沒甚麼 陝西就有什麼粗口的 陝西我都知道多回問 現在的嚴重程度 是令到這個白水縣 陝西的白水縣 人們恐慌性搶購糧食 那麽便很大鑑 我們在說之前 記得支持 6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頻道 已經快到了34萬 而且 我們在網台的 排位 就快到了第一名 因為我們跟這個謎米香港 已經是相差不夠20萬 每個月的點擊數量 以往 最高峰率是被拋離千多萬的 距離已經只有20萬了 我們有機會是追過的 河北疫情 持續擴散 17日再生增一個高風險地區 河北疫情日前隨著 河北反進者攻入山西 近日再被傳入 陝西的白水縣 引起當地民眾恐慌 超市出現搶購潮 陝西白水縣 實行最嚴格的封閉式管理 1月15日 陝西官方公佈一個確診病例 這是一個國姓國的人 是山西1月11日報名兩個無症狀感染者的密切接觸者 而山西的兩個 無症狀感染者 正正是由河北省傳入 這個姓國的人流行病學調查顯示 1月9日 他在山西返回陝西白水縣的家中 11日 核酸檢測時陰性 13日 他被山西大數據追蹤為確診病例的 密切接觸者 被送到集中隔離 1月14日 核酸檢測 變成陽性確診病例 到了截止1月15日10時 集中隔離 國姓國的人 這是一個國女士 以及密切接觸者是243個 一接觸是200多人 200多人就全部有危險 官方就突然公佈白水燕出現疫情 要封城 一聽到封城 民眾恐慌 當地民眾立即紛紛去超市 街市搶購糧食 團積食物 以防 必須 因為 一旦封城 他們就自生自滅了 在裏面 他們不會賣東西給你的 封住屋子 在裏面餓死的 當地由1月16日凌晨5時起 全縣 白水縣 陝西的白水縣 全縣所有的村組織 社區 小區居民 就是 實行全天候最嚴格的封閉式管理 所有人員 禁止社區 小區 村組織 行道內行桓 村門 聚集 另外 由 16日 下午2時起 白水縣車輛也禁止通行 何時解禁令行通知 車也不准駕出去 民間恐慌 超市搶購蔬菜 大米 以及生活必需品 白水縣附近的村民 就向這個記者說 現在白水的所有道路 全部封了 村都封了 人都出不了 這個姓呂 呂先生就說 他的村是不屬於白水縣 但也受到不少影響 尤其是蔬菜也漲了 白菜原本是5、6毫子的 現在要過半了 雞蛋也升了 原本是14元 現在要20元 他們計算一斤 一斤是500克 麵粉也漲了 原來是9元 現在是10元 有沒有那麼誇張 20 這裏有沒有寫錯 反正 所有菜都上漲 昨天我們就說東北的 菜價全部暴漲 原來現在 已經影響了陝西 和山西 大家都知道 陝西和山西 下面的就是河南 河南 是有一億人口的農業大省 因為河南是一個大平原來的 全國河南 全部都是耕地 當然很多人現在用來建樓 河南我們以往在那裏有些生意做 都有一些認識 河南是有很多平地的 基本上是沒有高山 所以 它的耕地面積是特別多 現在很多時候用有機種植 我們也計劃過去投資有機種植 其實就可以在工廠裏面 起到三層高 四層高 全部就用直立式的種植 是沒有泥的 用水種的 全部都是用水種的種植 而且 他們開行了燈 用天然射水 農藥也不用 因為沒有泥 連農藥也不用 是全環保 而且產量很高 而且是24小時種植 因為 普通的種植 到了晚上沒有光合作用 他們的燈是24小時開著的 24小時都有光合作用 所以 菜生長特別快 很快可以收割 可以割韭菜 現在 我們收到最新的消息 梁校長在廣州向我們報告 說廣州的豬肉 升到100元一斤 因為現在 遍報各地也有 不同的網友向我們報料 有時候大家也要體諒 不是我不是即時可以看到你的訊息 你也知道 因為有時差異來我們在這邊 也有些事務要處理 也很累 到了有空看起來 我們盡量也要安排看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廣州的豬肉 100元一斤 大家想想怎麼生存 你知道在倫敦買豬肉是多便宜嗎 我想 一大塊的豬肉 也是兩三磅 四五磅 應該很大塊 雞翼最便宜 雞翼兩個半 雞翼很大包 雞翼兩磅半已經是很大包 如果說肉 就比中國的豬肉便宜了 英國的豬肉便宜了 比中國豬肉便宜了 人民現在 全國 都是飽受糧食漲價之苦 因為每一次 大陸的行動 令到人們就會瘋狂 去搶購食物 然後要囤積 搶購也不止要囤積 因為怕沒有 怕你一封我 你也不知道要封我多久 我當然有那麼多 買那麼多 買到盡為止 超市 一給人一掃就會升價 就會漲價 菜市場就更加 你知道菜市場不是 大量生產的 包裝食物 賣完就沒有了 要明天再割 所以菜市場就瘋狂地上升 現在大陸 可以說是 民怨 就四起 民怨也廢腹 周圍也是 糧食 已經飛著 人民苦不堪然的生活 我們覺得其實現在大陸人民 也是受著共產黨的苦 很多時候 他們 是有一個很難 很難去怪他 因為他 也是受到一些 虛假的訊息 他對香港人那種冷漠 憎恨 又或者是 恨災樂禍這些說話 基本上就是由於 他們受到一些 誤導 現在我們看到他們受苦 其實他們 最終 是會知道共產黨在說謊 騙他們 他們現在受到共產黨的苦 我認為我們將來要有希望 有前途 我們一定要聯合在內地的朋友 一起才有能力 推翻這個政權 如果不是 大家永遠都要 受這個政權的 高壓統治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 就會繼續跟進這些大陸的情況 因為我們認為 現在美國 情況 是惡劣的 但是我們也要繼續關注大陸的情況 因為 大陸 實際有十幾億人 是受著中共 幾十年的 暴政的 統治 美國將來也有機會受到暴政統治 但是起碼 大陸真的受了幾十年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